借暴怒移养其性,少思虑移养其神 省言语移养其气,觉思念移养其心 借暴怒能养人的性情,少进行思考焦虑移养神 少言语过早,有利于养气 不觉各种思域能养心 通过控制情绪,减少不必要思考 保持简洁言语并消除思域来修养身心